这个白宫在昨天发出一个罕见的声明 所以今天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呢 除了这个谈这个台湾的邦交的外交路线的问题之外呢 我们要带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 这个中国民航局要求美国的航空公司 不得在网站上把台湾列为国家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白宫昨天是星期六罕见的发出了一个声明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批评中方将这种政治正确强加在美国的企业呢 他们形容这是一种所谓奥威尔式的无理取闹 Ovalian nonsense 并呼吁北京要停止威胁美国的航空业 那么这个在白宫发出这个罕见的声明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呢 随即就以社评来回呛指责白宫才是胡说八道 强调不将台港澳藏列为国家 不只是中国自己的政治正确 而且是全世界的政治正确 我们看到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互呛 可以说是这个力度都非常的大 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孟凯已经回来 您怎么看美中双方针对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 不得在网站上把台湾列为国家 那个白宫方面的声明非常强硬 现在北京方面也出来回呛 白宫才是胡说八道 你怎么看美中之间针对这个台湾问题的一个互呛呢 孟凯 其实我现在看到就说这个国际社会上就是这样子 那美中两大强国他们现在正面临的就是 不管是经济不管是政治或是各方面的角力 或是互相的一个竞争业 因此台湾刚好在这一个角力之中就是被卷入 所以说我们第一我们先讲是说 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这是欧威尔的这个 无力取闹 威尔是无力取闹 他其实讲的是什么 他其实是1949年 因为形容政府控制未来社会 然后形容反对自由社会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美国用这样的方式去指控说 中国大陆他现在用这样的一个做法 但是反过来说 这个真的是美国他要帮台湾来出头吗 其实也不至于 他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大陆他已经影响或是干预 或是已经去这个伸手进入到美国的这个航空业者 也因此美国直接跳出来 利用这个机会来跟中国大陆来做一个argo 那在衍生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贸易的部分 美中两国都已经陆续在这个全面开火 也因此在这一个议题 好的我们现在暂时好像听不到这个台北的来宾孟凯的声音 不过就请教在倩畅的这个方语 你又是怎么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白宫的声明 用这种奥威尔式的无理取闹来形容北京要求美国的航空业 你们不能在网站上把台湾香港澳门西藏等列为国家 那么北京这边也反抢说 其实白宫才是胡说八道 因为不得将台湾香港澳门西藏列为国家 不只是光中国的政治正确 他说是全世界包括联合国都承认的一种政治正确 你怎么看现在美中双方的一种互呛呢 方语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全世界的角度 面对中国的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想要跟中共讲的就是 其实风向已经变了 其实从过去 从这个冷战的时候开始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都是所谓的这个要跟他们交往 这样engagement这样的政策 那就是通常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都会认为说 就是跟中国越来越交往 那他们自然而然就会继续的走向改革开放 走向自由开放这样等等 那其实越来越多人已经体会到这样子的认知 跟实际上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包括了尤其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是去紧缩对公民社会的权利 然后全面的打压这个公民自由的 那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外国企业是在深受其害 包括了有一些 其实已经是西方国家国籍的这个记者 被中国抓起来强迫他们道歉 以及不管是在全世界的那些大企业 包括了宾室汽车啊 包括Delta航空 万豪酒店 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旅馆业的这个集团 全部都被中共或者是所谓中国的网友 去大力的攻击 然后要去听从中共 叫他们怎么样使用他们网站上的这个用字 那其实对于这个主张经济的这个自由 个人自由 这个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个主要大国 尤其是美国来说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是当一个外国国家的国民 以及政府去干涉自己国内的企业 那我觉得这个美国人 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那其实不只是在美国 尤其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德国 他们去禁止 中共在他们的企业里面 成立党组织 比如说澳洲 澳洲去禁止中国的企业 对他们的这个立法委员 就是国会议员做这个政治献金 或者是在纽西兰等等 很多很多的国家 都已经开始对中国的这个 全世界扩张的行为 做出警觉以及反应 那不是 再也不是像中国一样 他们认为全世界 反正全世界都要跟他们做生意 所以全世界都必须听他的 其实整个世界的这个风向是已经变了 就是 大家应该要去 发现到这件事情才对 那你谈的就很有意思了 你说这个风向已经变了 事实上 你刚刚也提到 这个万豪酒店这个例子 事实上之前 北京要求万豪酒店要 不能在网站上把台湾列为国家 时候那时候好像看到一连串的 所谓的国际的大型企业 好像似乎是纷纷对北京来拜倒 因为他们毕竟要在这个中国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面 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北京他们任意的可以做 这个法律上的制裁 或是惩罚他们的话 他们要付出这个商业上面 代价是非常大的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 国际企业几乎是 一片的向北京扣投或是拜倒 但这一次呢 因为白宫出来发了一个 非常罕见声明 而且是要力挺美国的航空业 包括联合航空 包括美国航空 你们可以不用去管 这个中国的政治正确 还说北京方面是胡说八道 您认为这种所谓的反分裂风潮 是不是已经踢到了一个铁板 或产生反效果了 北京现在他们是不是应该要 反思所谓这种 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的行动 因为之前如果是网站上 没有把台湾那个拿下来 国家那边的话 很多玻璃就要碎掉了 是不是要反思这种 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 或者是这种反分裂风潮 已经过了头 在全世界产生的反效果了 我觉得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其实不断的 尤其是在胡锦涛主政的时候 他们是去强调 就是说要韬光养晦 就是要和平崛起 绝对不会去影响到国际秩序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过去 在外交政策上面 不断在强调的事情 但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完全的中国的这个行为 不管是对内或是对外 或甚至他们讲话的方式 就是其实跟以前都已经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那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西方国家 西方的企业都已经感受到 中国的这个强大影响力了 那所以说如果西方国家的人们 再去再继续的维持过去那一套天真的这个思想 就是说只要engage中国 那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开放跟自由化 这套天真的思想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嘛 所以他们当然不可能再继续这样子 就是挨打下去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说那么多国家 那么多企业都会去跟中国叩头这样子呢 那当然是因为背后 在中共这个强大的政权 然后又有这个非常大这个国内市场的情形之下 你当然是要听 就是在你假设每一个企业单独的企业 这个小小企业跟中共的力量 当然是非常不对等 那但是当各国国家的力量 要来维持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时候呢 这个力量呢 就是双方的力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的不对等 你就不再是只能跟中国客头了 那你现在有了国家的力量去支持你 去维持所谓的市场经济啊 你做生意的自由啊等等 那其实这些企业是不必然需要去跟听中国说的事情的 好的 感谢方瑜的分析呢 那我们现在呢就欢迎海峡两个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在线上的方瑜 还有这个国民党的发言人孟凯来发表提问 那么或者在YouTube和脸书聊天室呢 发表你们的评论 我们就可以再点选一些这个精彩的评论 来请两位来宾进行点评 那么现在我们就立刻来接听 在线上等候已久的 从山东打来的孔先生 山东宫的孔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我是这样看 如果说这个每个人抽多少钱 能把多敏一家能够拉过来 那中国大陆14亿人 14亿人这个他们也没有选拟权 也没有发言权 局域网 是吧 我这打电话 我在美国这些打电话是经常被掐断 得80%打不进去 打进去了之后就就掐断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完全可以拿14亿人 每个人抽100块钱 把多敏家买过来 买过嘛 买过阿尔巴尼亚 买过越南 买过朝鲜 在朝鲜死了上百万的人 好的 感谢 神东的孔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上海的王先生您好 上海的王先生 请说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 请讲 我就是简单说两句话 我第一句话我想说 这个国民党很自豪的说什么 马英九那个两岸和平啊 那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自欺其人啊 就只是他有这个利用价值嘛 对吧 就等于一个恶法站在那个门口拿两把包 说那个让里面的人把钱跟他的女人全拿出来 然后你是会跪下来说 可以可以全部接受 然后被门户大开 全面的胜负嘛 国民党是那个 还有说什么 美国不会为台湾而战 如果不是美国存在 现在台湾还存在嘛 美国如果说不保护台湾的话 台湾倒就被拿去了 然后第二句话 我想说现在台湾人民现在怕的 不是我觉得那个统独啊 只是一个假议题 台湾人民只是想保留自己那个民主自由的那个生活方式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很奇怪 那个在中国打压那个台湾的情况下 他不是谴责中国 反过头来是 是等于是骂自己家人 这民党啊什么的 要让自己的那个人民怎么样怎么样 感谢上海的王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个人看法 另外我们在这个脸书 还有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有很多的网友发表评论了 我就来选几个这个精彩点评啊 然后稍后请孟凯跟方云来进行回应啊 这位Edwin Chan 这位网友他说 蔡总统请坚持住 所谓的不同不独 静静的等待国际战略格局的改变 积极的加强自身的军力 跟随美国的战略走向 因为目前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 他认为中共还能够撑多久是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位金刚 吴金刚 这位网友 他在这个网络上面表示说 台湾需要什么邦交国 邻邦交国也不至于影响中华民国的护照 因为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免签了 现在他指的是台湾啊 另外还位网友杜三元 他表示 你见过邦交国彼此仇恨意图消灭对方的吗 美中两国就是这样 中日两国也是如此 好像中国的朋友不是酒肉 就是仇敌 这是杜三元这位网友的看法 另外还有一位署名SSW的网友说 中国就是小心眼 看看现在南北韩已经和解 两个韩国各自表述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比不上韩国人呢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海峡论坛讨论的话题 有很多的网友持续的有一些回应 好的那我就想请两位来宾 跟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 还有打电话进来的这个网友们 跟我们来回应一下 先请在台北的洪孟凯鸿发言人 是我想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那个讯号有点问题 所以说又持续断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 中国国民党一直有一个很一致的立场跟主张 就是我们坚持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保障下 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个前提来做这样的一个进行 其实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再重复提到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在过去2008到2016年的这八年时间 也许刚刚有一些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也讲到 可能你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场跟我们不同 可是必须要正视一个事实 就是说中华民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台湾人民2300万人的权利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的损伤 但是换个角度来想中 2016年的5月20号到现在两年的时间 台湾政府上任之后已经调了三个邦交国 我想这些都不是批评而是事实 所以说呢当我点出这个事实之后 我觉得现在的执政党还是有必要有责任 说清楚讲明白说他到底现在要在中华民国上面 他是要把台湾带向哪一个位置 如果说他是认为是所有邦交国都不重要 因为现在是他执政 我想这个我们也只能尊重 但是呢他就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 那不能说一方面之前在选举的时候讲的是维持现状 但是一方面又在上任之后不管是推动的所谓的法理台独 或说这个隐性的台独 那我觉得这些部分其实只是让台湾越来越在这个国际社会走不出去 那另外一点我想不管是美国或说不管是中国大陆 现在两边都在做这个中美的一个角力关系 而美国现在跳出来会比较强力的来批判这个中国大陆 但是没有错这也是事实 可是大家也不要忘记 因为毕竟美国相对来讲也是跟台湾一样就是四年选举一次 相对来讲2016年的川普他是可以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呼吁了一个口号叫做让美国再次让美国伟大 那相对来说其实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口号 或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激起美国民众的一个民族心 或说美国民众的一个投票的意愿 那这一次是不是又在利用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对于航空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打压或是微迫 而他在重新发表声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为了他自己的一些国内的选情 我觉得是可以来做观察 可是我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只在讲是说 其实国际社会非常现实的就是 每一个国家都会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优先 而没有一个人会有责任或有义务去帮忙保护其他国家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每一个国家都一定要为自己的人民做最好的选择 好的 感谢孟凯 我们线上又有一位从台湾打来的听众 我们马上来接听这位台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怎么看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的话题呢 对 我想表达一下我的意见 怎么讲 台湾现在困境主要是一个中国政策造成的 像纽西兰这样一个国家 他只要跟全世界十几个对他有意义的大国建调就可以了 而且我觉得国际社会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应该要正是一个事实 那就是中国同时跟南北亚建交 全世界所有自由国家既然肯定台湾透过民主化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而且连续两年自由程度被评委比美国还高 国际社会以美国带头 应该要郑重 在严肃的思考 应该跟台湾建交 也让台湾加入联合国 那么我们只需要跟大国建交就可以了 谢谢 好的 感谢台北的李先生 那么方瑜这事实上也是海贾论坛上个礼拜讨论的话题 就看到这个南北韩进行了领导人的对话跟和解 事实上因为互相承认对方是一个平等对等的一个国家 那么刚才李先生就讲说如果这个国际间也有更承认台湾 甚至让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话 那么两岸之间是不是有办法改善呢 想请您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台北的李先生 还有前面孟凯的一些评论 方瑜 其实两韩之间 两韩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这是在他们谈判之前 跟我们两岸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 两韩很早就都是各自被国际承认的政治的实体 所谓的国家 那两韩也从来没有否定对方政权的存在 那其实我觉得两韩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那么多人想要用所谓两韩模式的话 那可以啊 那我们就先两个国家都先是对对等的地位再来谈 所以我觉得要用两韩来讨论的话 必须要先确立这样的前提 也就是说两岸双方都是国家 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我们再来谈后去的问题 好的 那对那就是关于其他的这个问题方面 我觉得啊就是两岸关系一直以来 在双方的这个不管是军事经济国家大小 各方面悬殊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中共 中国这一个这方面的 那就算是在马英九政府时期 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打压从来也都没有少过 就是不管是大大小小各种各式各样的国际场合 就是在民间的各种棒球比赛啊 甚至什么小朋友的邮票比赛啊等等 大大小小大家能够想象到的场合 都是在都是中共在打压台湾的 那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台湾内部有一群人 还是一直去怪蔡英文 蔡英文在上台以来所有的这个讲的方法 他言必称宪法 然后动不动就强调中华民国 然后又强调不同不独 其实就是跟马英九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啦 那除了他没有承认一中原则之外 其他几乎每一个面向都是一模一样 那我不懂的是明明打压的人是中国 可是却有这么多人 我方语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九二共识他始终没有办法说出口 对不对 很抱歉我们上半场时间有先 我很快再接一个电话 我就请两位来宾 当然你们观点非常不一样 来进行我们上半场的一个总结 台北的谢先生你很快的发言 我们就请两位 喂 来请讲 喂 喂 请说 喂 喂 好谢谢 我想请问那台湾的邦交国 跟大陆攻台是否有关联 还是两回事 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 当然最近这个武统台湾话题也是非常热的啦 那我们上半场因为时间有限 就请两位来宾给我们进行 简单的一分钟总结 可以先请在台北的洪梦凯宏发言人 是我想 中国的打压从以前到现在都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个我 没有说 其实 那其实我也一样 中国大陆对任何的国家 可能它的 如果说它想要影响力的话 其实它对任何国家的这个打压 或者是说 这个强硬的态度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是我们 能够阻止的就是 唯有自己来强大嘛 那其实马英九跟蔡英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九二共事的一个承认的部分 那我们认为是说在九二共事上面我们可以维持一中各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下 两岸和平共同稳定发展 而蔡英文没有办法承认 所以说两岸这边是停止的 而更重要一点是蔡英文在上任以来到现在其实一直在推行所谓的去中华民国化 尤其在这一次多明宁加的断交看的最明显就是他的声明里面是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四个字 那这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讲是说不管是要推动法理态度或是隐性态度 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等于是否定自己权利中华民国宣法的一个基础 好的 感谢孟凯 方宇跟我们很简单做一个上半场总结 其实所谓的一中原则 什么一中各表 我们在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在国际场合上从来没有办法各表 从来没有 在大大小小各种场合 就像我刚才说的所谓棒球 就算是民间棒球比赛 小朋友参加了油票比赛 或者是什么厨师厨艺调酒比赛 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办法各表 一中所谓的一中原则是我们目前国家地位问题的根源 从来不会是问题的解放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没有清楚地定义自己的国格所在 自己还没有清楚地去讲出来 两岸关系是国际关系 然后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论述 我觉得这是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努力的方向 谢谢 好的 感谢方宇也感谢两位来宾精彩的观点期档 不过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到这一线暂时的告一段落 海峡论南下半场 我们将把焦点转向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所引发的一些风波 还有台湾大学发起的新五四运动 经历了一个世纪 两岸对校园运动还有大学自治的精神 是否应该有所反思呢 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下半场的讨论